你考了一百分 没有图改 答案全部都是对的 可能他真的有复习吧 或是他跟欧阳里面一样 考试找枪手 叮咚 有人在家吗 谁啊 哇里嘞 花质怎么是你 不然嘞 老皮嘞 跟我老爸出去了 哇里嘞 阿智最爱的不是我 你们帮我当塑胶吗 你这种角色最多只是塑化剂 所以你每天都想吃掉我对吧 老皮跟阿宝 你以为是乱配 对 当初找我去试音的时候是试公主的 我一到现场的时候我想说 奇乐怪我怎么可能演公主 我这辈子公主是不可能的 我就让我演一演那种比较恰伯伯的三八女生可能还行 公主耶我没办法我办不到 然后所以我就去试啦果然不出我所料 就试音的时候就有一些是你知道我们儿童界的配音天后 我也是我的同事跟前辈 我说我怎么可能会中 试完之后我就出来 看起来我把这个卡通的一个录音室的老板 他呢就说 诶你等一下 明明你回来 你帮我试这个角色 我一坐下去 我连这个角色长什么样子 我都看不清楚 因为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美式卡通的画松 那种太复杂的 因为我本人的脑子不好 看得太复杂头会晕 我一看那个角色 我心里就想说 而且台词给我是 我真的心里面 对真的是 完全不用太多思考就脱口而出 就是有点带有点 我怎么可能会中 乱试吧 我就乱试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试完之后 一个月之后就通知我 就刚好碰到那个领带 就跟我说我是中了 我也非常非常的痛苦 因为为什么 我乱试吧 第一集的时候才24分钟的卡通 挖了快要三小时才录完 我永远记得 看到他怎么样反应我直接就录 就好像有一点乱录 但事实上不是 我还是觉得要依照 剧中人的性情 性格表现 情绪反应去配他 你觉得河里流的是水吗 我录到第三年的时候 我才知道老皮是只狗 我之前以为他是一根香蕉 我是说真的啊 因为我从来没有通盘的 去看完这一出剧 我们是跳着录的 对 所以呢 真的是非常抱歉 我们是叛开录的啊 我录到第三年才碰到老皮啊 有这样的老婆真好 录过的作品我都喜欢 只是说 呃 如果真的要用个性上面 会跟我有点像的 比较特殊应该是 花枝清朴森那个花枝 就是我是一个内心很 Oies的人 只是他都把OS讲出来 阿宝的那个直接 也是我的个性的其中之一 我觉得对嘴就是配音的 所有的技巧里面最困难的 就是我录卡通 我要对那个卡通人物的嘴 那个是最困难的 通常我觉得新人都大概花 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去训练对嘴 因为有时候你听到可能是韩文 也有可能是英文 有可能是日文 那段句会不一样 这个时候考的就是你的中文的能力 我们搞得拿起来就要马上能够录 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的结构 那所以配音员他的中文能力要很强 他才能够去把这个句子给讲顺 你平常说话就要开始练习 就像我当初配音班解讯的时候 被老师换下来 我很谢谢那个老师 因为他的那句话因为我好强 我就开始纠正我的国语 开始练习 我们一直觉得自己的口条 就是怎么样都达不到人家的那种 什么70分 一直很自卑 然后曾经就是录音录道 一直很想要退出配音圈 那个时候的环境是 要养成一个配音员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要进去的门槛太高了 你光是一个口条 就觉得自己是完全不够的 回到学校之后 就好好的每天说话开始 我就要求自己要标准过语 因为你要去能够配到某一个角色 你必须要跟这个角色是要match的 你要真的有这个角色的那种替入的感觉 而不是角色这样 然后你再演自己 你不是演他 我更需要丰富的人生历练 所以当时我就是有空档的时候 我就先去工作 我就去当了执行制作 去拍片拍那个社会节目 跑全国各地 累积了一点自己的人生阅历之后 刚好就某一家录音室 广告录音室的忠人 跟我搭档的是一个配音圈 广告配音圈蛮资深的一个大哥 叫邱长玩邱哥 我非常谢谢他 他是国台客 台湾第一个国台客的配音员 因为他是引领我广告的人 因为广告跟戏剧配音是完全不同的 他需要个人的声音特色多一点点 然后你必须给他 有一些不同的freestyle的那种表现方式 欢迎收看苹果新闻网 记得要付费哦 欢迎收看苹果新闻网 记得要付费哦 这里防诈三绝招 三大绝招 所以你金融账面也明明 对 行政院新港会关心你 哦原来是理路的哦 是的 完成了一个机场捷运 两年后好像捷运通车 才知道 下一站 长康评宴员站 线站 我要开客哦 有一年的配音员 嗯 我那一年的配音员 最疼我的外公走 我当下还在录音间 我非常非常 听到之后 我非常难过 但是我是配音员 我还是要把我的工作给做好 那个时候我是录很开心的戏 然后一录完 我就不行了 我就哭了 我从配音里面有找到 对自己的价值的自我认定 我不一定要 我不是女主角的声音 但是我可以当一个最好的绿叶 就是在每一个角色当中 我尽我的能力去发挥 去把它完成它 在这当中 我觉得只有喜欢你自己 你才能够接受自己的声音 不要一面的想要去模仿别人 因为别人的人生 也不是你模仿得来的 那为什么我会开着说故事班 是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 表达能力都不好 都不讲话 因为现在就是媒体爆炸时代 就滑手机啊 看3C 变成你要去训练他们说故事 那从说故事里面 或者从口语表达里面 去训练他们的个人的人格 特质的魅力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透由声音表情 让小朋友就借由就是 玩声音的游戏的过程当中 他就知道说 原来我说话这么说 跟那样说有什么不一样 怎么说可以帮助到别人 不会伤害到别人 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尤其是团队合作 节训的时候 所有的小朋友是抢麦克风的 那个是我觉得 我进配音圈 然后学会声音表情之后 我觉得让我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等一下那是什么 水啊 有特别的秘密武器 什么冯大海之类的 哪有 配音员不用 谁说的 风温水 几度 常温 25度 好 打开来 我们来看你有什么藏秘密法 注意到白开水啊 哦 白开水 对啊 我都是用它来保护我的喉咙 加水薄一点咯